你千万要记住 不管你是20岁还是50岁 从现在开始 你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副业 你要有一份在主业之外的持续的收入 即便是这个收入很少 一个月哪怕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 你都要提前去准备 如果说有一天 什么裁员的浪场 或者是其他浪场来了 你工作及时得不到保障 那你还有另外一份微薄的收入 能供你的生活 很关键 那说到这个副业收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 关于技术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们上大学 有的人学的是文科 有的人学的理科 不管是文科和理科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门记忆在手里边 有所谓的一技之长 这个技术呢 首先呢 有一定的门槛 它不是说上手两三个小时 两三天 就马上就会了 这种技术 它是不值钱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技术呢 就是学完之后 马上就能变现 你现在去去干一天 马上就能拿回钱来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技术呢 不要太简单 像比方说网约车呀 滴滴呀 快递呀 送卖卖呀 这种技术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就不要去干了 这个是以消耗你的能量 消耗你的体力为代价的 没有任何的成长 我现在呢 从事的是摄影行业 虽然有一点点门槛 但是呢 还是坚持了下来 那关键时刻能够供养我的生活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那第二点呢 我想的是 如果说你在职业生涯的过程中 不要相信任何的人 说的话 给你的承诺 因为你在顺境的时候 大家可能很多人围着你 很多人支持你 鼓励你 给你给你挤上天花 但是当你在逆境的时候 是没有人帮助你的 甚至很少几乎 甚至你的亲人 甚至你的爱人 甚至你的爸妈 可能都不支持你 可能都会给你破后腿 所以就自己才是可信赖的 所以有一个一技之长的技能 就是说让自己 在未来的生活中 突然间不再依赖平台了 大家记住 这个技能 不要依赖平台很重要 如果说你这个技术水平 必须建立在 你去一个某个平台就职 你这个技术才能发挥的话 你就不要做了 就你这个技术 一定要做到单打独斗 独立什么什么什么 独立作家 独立摄影师 独立画家 独立钢琴演奏家 独立心理咨询师 一定是独立的 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你想合成团队的时候 也是可以合成的 但是请记住 这个独立特别重要 因为其他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你去相信他呢 而且到最后还是依靠你一个人力量 还是比较重要 虽然说一个人可能不如团队的力量大吧 但是记住 这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可能就是你未来救命的稻草 那你必须忧生 感谢观看